讲完效度以后 当然效度 一个测验当中最重要的是效度 那提供来的部分所谓的性度 一般来讲 有效度一定会有什么 性度 有性度不一定会有什么 效度 性度是指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讲效度指说一个测验能测量 我们所要测量一个特质的一个什么 真切性 可靠性 那性度是指什么呢 一个测验能测量一个分数的前后的一致性 这一致性 或者说跟这个测验跟每一个分测验 每一题跟总分之间的关系 性度 比如说好 性度 性度是指我们简单的讲 举例说 当我们数学 我们给各位同学做一个数学成就测验的时候 你第一次测验跟第二次测验之间的分数 的稳定性 如果很稳定 我们说它叫做具有什么 性度 如果不稳定 它就性度就会变成什么 不一致它的性度就变成什么 性度很低 那所有的稳定性是怎样说 好 我们做一个测验 数学测验里面 你第一次 您班有三四个人 你第一次做还是前班最高 你第二次做还是前班最高 好 那另外一个学生 他第一次做前班是最低 第二次做还是前班最低 同一份测验 那我们说 这个测验当中 它每次的测验成绩表现的一个一致性 很高 我们就说这个测验计有什么 性度 那有性度不一定会有效度 你说你做测验很高 可是我把数学成绩当作国语成绩 那就没有什么 它是有性度但是没有什么 效度 好 那一个有效的东西 它当然要稳定 一个测验要有效性 它一定要稳定 它一定要有性度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测验本身在前后的一致性 或者说每一个测验题目 你这个题答对 你的总分相对会比较高 答对比例比较高 总分也相对比较高 那这个地方 题目才会有什么 一致性 好 那性度的性质里面 我们刚刚讲说 效度是指一个测验的一个可靠性 好 那正确性 性度只是一个测验的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是什么 稳定性跟什么 一致性 对不对 前后的一致性 还有这个测验的稳定性 还有一致性说每一个题目跟整个测验分数的题目 分数高人在某一题答对的百分比也要高 分数低人在某一题答对的百分比也要比较低 这就是所谓的一致性 好 那性度 性度我们表示性度的部分 在评量里面或者在测验里面 我们会讲说性度系数 性度的系数通常是求相关 它大概是借在0跟1之间 好 0跟之间 它没有所谓的负的值 那性度有哪些性度呢 有所谓的重测性度 那重测性度还有一个什么 负本性度 还有内部一致性 好 这些性度的表示性度的系数的部分 所谓的重测性度是指什么东西呢 同一个测验在不同的 在同一群受试者监管一段时间以后 求两次测验之间的相关 比如说我编制了一个测验 这个叫人格测验 我现在做一个测验 现在在我们新竹试验的 好 音乐系一年级学生请他回答 隔了两个礼拜 我在大半班做测验 那我算前后两次测验之间的分数的相关程度 如果越高 它的性度就越高 如果相关越低 它的性度就越低 这是所谓的重测性度 当然重测性度 我们通常做重测性度 我们通常的间隔时间 大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 因为太久 那可能会受新的学习影响 如果太短 它可能会受到什么的影响 记住题目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测验当中 它会有所谓的重测的性度 好 那所谓的副本性度就是说 我一次编两份测验 测量都同样一个特质 这个地方里面我们想用一个介绍 就是说国中基本能力测验 有第一次测验跟第二次测验 好 第一次测验考得好 那第二次测验会不会考得好 第一次测验考得低人 第二次测验考得低 如果它相当的一致 我们说这个国中基本能力测验它的副本性度是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副本 之间的相关非常的高 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际上是蛮高的 你看第一次考270的 第二次考它可能也在那上下 第一次考50分的它不可能考到270 那这个地方里面它之间的一致蛮一致的 只是我一次编两副测验 这个叫做所谓什么 副本的性度 那当然有人会失常 可是它在失常的部分里面 可能在分子的提高还是会有限的 好 那我们做这个测验当中 如果它没有副本性度 我们怎么可以说要求 我某一个学校考试的时候 我可以用第一次成绩登记 跟用第二次成绩登记 如果它测量是不一致的东西 那根本测量不出学生的什么 程度的一致性 副本性度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们起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之后来看它的第一 是以相同的格式在不同的内容测验工具 在同一时间里面 针对同一组受试者做测验 它必须强调是相同的格式 所以你看写测的内容它是相同的格式 只是在用不同的内容的测验工具 但是它的题数 它的一个测量的内容 几乎都是相同的什么 格式 只是测验的题目不同 但是难易度要相同 所以你第一次测验的斜策 测验难度要跟第二次斜策 测验难度要跟第二次斜策 难易度要怎样 相同 才能求得它之间的什么 系数 那如果说它之间的难易度不一样 那这副本性度会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低 好 这样子介绍 有些测验是有副本的 好 那像实际上你们做的最多的副本测验是什么 托福考试 托福考试 你第一次做测验跟第二次测验的分数 还是前后一致性蛮多的 那因为它的副本性度是非常的什么 好 那它的测验的题型也差不多都一样 对不对 好 这地方里面 副本性度就是指有这个地方 另外所谓的内部一致性是说 好 我们要实施测验 每次要副本性度我们要实施两次 从测性度我们要至少做两次 最简单的性度是所谓的内部一致性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只要求每一个题目 跟总分之间的关系 或 或者说 我们要求这个球它内部里面 大本来是测量同一个克制 最简单的方法 我把测验分成两半 同一部分测验随机分成两半 求 求甲跟乙之间的相关 它是否测量同一个特质 如果是同一个特质 分成两半 那它的折半性度就相对了什么 高 如果测量不同一个性质 它的折半性度就相对了什么 低 这就是所谓内容的一致性 当然有所谓的库理性度 库理性度是什么呢 简单的介绍说 每一个题目跟总分之间的关系 这个题目答对的比例比较高 它总分的比例也要比较什么 高 这题目答 分数比较低的人 它在相对 在某一个题目答对的也要低 那库理性度 它是适合用在什么 二分法 比如只有对跟错的时候 那α系数 它用在态度的时候 它的答案可能会有什么 非常信任 不信任 极度信任 这种答案有三种以上的时候 它会用α系数 这是所说的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好我们介绍测验的性质的性度当中 从测性度 副本性度到内部一致性 这都是介绍测验的一个稳定性跟一致性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再一次的跟同学强调 一个测验要好 它一定要有好的效度 好的效度一定有好的信度 有好的信度不一定有好的效度 我们常常做这样子一个比例 当我们打靶的时候 我每次打靶 我都打中红心 每次都打靶都打中红心 那分数都非常的高 那既有什么信度 可是很抱歉 我打的靶是隔壁的靶 虽然是有信度 可是没有分数 没有效 这叫什么 切少了什么 效度 它只是一致 可是打的靶是打谁的靶 别人的靶都偏差了 不是要 不是打我自己要打的靶 那不是我 不是 这样分数就会低 那没有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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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